眼下我国粮食主产区黑龙江省的秋收已全面启动 今年黑龙江采取多种措施扩重大豆 年初制定扩重1000万亩的任务已经超额完成 各地大豆正陆续进入收货期 这里是黑龙江肯区的北兴农场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一片400亩的大豆地 大家在现场可以看到整个的收货工作是正在进行 在颗粒归仓的同时将接杆进行粉碎 从车的背后抛洒出来 紧随其后的是11台整地机车 对所有的土地进行一个深松的整理 并且将接杆全量还填 在这里我们准备了几株大豆 都是从这个地块里我们选取的 大家可以看今年大豆的整个的长势非常的不错 刚刚工作人员也是对整个这个地块 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测产 整个的产量可以达到540斤 可以说产量非常的高 大家看这就是我们刚刚新鲜收获的这个黄豆 整个黄豆的这个色泽是很金黄 而且整个的这个形态也是很圆润饱满的 可以说质量非常的好 那当地的这个种植户也告诉我们 其实这个豆子已经有了主人了 在年初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跟收购的企业签进了订单 通过这样的订单种植呢 它每亩地光卖豆子就可以挣到600多块钱 那加上今年各种的轮座补贴呀 加上这个种植者补贴呀 加上各种的农资补贴 它每亩地的纯收入一共可以达到1000多元 这里就是机车刚刚走过的地方 那根据这个作业的标准要求呢 伸松是要达到地下35公分这样一个深度 伸松过后呢 土壤大家可以看啊 非常的松软 那么大概再过一周左右的时间呢 就可以进行一个霸地和骑笼的一个作业 在这个时间骑完笼以后 到明年的春天呢就可以直接进行一个播种作业 大大减少了明年春播工作的一个作业量 同时我们在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 像这样比较粗的这个结杆 这实际上是去年的玉米留下的这个结杆 那么这块地实际上也是一个玉米和大豆沦坐的一个地块 通过这种科学的沦坐呢 可以赔肥地利的同时 大大的降低病虫害发生的一个几率 同时还可以对黑土地进行一个有效的保护 所以你也有一个一个派避一个相机的保护 的那里面就是在黑土地进行一个团体中的 但是我们也有很少的保护 这种保护的不错 所以我们来会准备的地区 在黑土地的地区 在黑土地的地区 也会跟黑土地的区似的地区